好 那這個地方呢 主要是 我們是一個模擬的那個 可奈端的 那個 第三方 服務開發者來使用我們的那個Web API的情境 那在 這個系統裡面呢 這個是我們 服務的主要網站 那每一個使用者呢 他 每一個第三方服務的開發者 他必須先通過 我們的那個 他必須加入我們的服務 並且呢 向我們去申請那個 API的開發 開發的key 他才能夠使用我們的 整個的那個API系統 那這個呢 就是所謂的consumerkey 就跟Facebook一樣 就是 會有一組key跟他的那個secret 那這兩個 那這兩串的字串呢 就是我們 在使用API的時候 最關鍵的這兩個 就使用我們API的話 你一定要包含了 API的consumerkey 以及 那個 Consumersecret的這兩個 才能夠 跟我們的 API做聯繫 那這邊的話 主要是設定說我們 要送出去的request 是什麼 那Covet URL就是當你 認證結束以後 他就會將 頁面的導回到我們所指定的這個 的這個 網頁去 網頁去 那 Site URL呢 就是聯繫到我們 系統的 OOS的 認證頁面 那接著呢 他們就會來檢查說有沒有Token 那這個Token呢 就是 經過完認證授權以後才能取得的Token 那這個Token呢 它所代表的意義就是說 當第三方服務有這個Token的時候 表示 使用者他已經同意將 他資料是授權給這個 第三方的服務來使用 那第三方服務只要將這個Token交到我們的 系統上 那我們系統就會自動判別說這個Token是誰給的 那接著我們會將這個 以授權的那個使用者他的資料 把它來丟給 第三方服務 去使用 那他所表達概念大概是這樣 那我們所做的模擬呢 就是將他 就是將這個頁面呢 導到我們的 他就會先將我們的 送出Request以後 他會先將頁面呢 導到 認證頁面來 然後 讓使用者來去 勾選的時候 他所授權 就是他同意要給 第三方服務使用的那些資料有哪些 那當使用者呢 同意以後呢 他就會 送回那個 SS Token 那這個Token呢 第三方服務再將這個Token交給我們的 系統 那接著呢 他就可以 取得我們的那個資料 像我們這邊都是以那個疫苗的資料為範例 那他最後傳出來呢 就是以一個 SML的資料把它 包裝起來 然後之後把它丟回來 那在這個範例裡面 我們最主要是以簡單的那個 Printout的方式來表達 實際上呢 這個SML的資料呢 除了可以 顯示出來以外 另外我們可以也將他轉換成就是 其他資料結構 像是增列等等 那這個第三方服務呢 就可以將這些資料呢 拿來做新的Meshup 那這個呢 也就是我們的 簡單的一個Demo 好 那這個呢 其實在API的話是一個很初步的系統 那 所以這個 初步系統呢 主要是在我們 備用網站的那個測試平台上面 也就是說 因為主要是因為 Web API呢 它 取得的資料內容呢 其實跟隱私有非常大的關係 為了保護使用者隱私呢 在 API完全的 開發完成之前 不能夠隨意的 把它移植到正式的系統上 畢竟這就是牽扯到隱私的 那個使用者的隱私權 所以呢 我們希望這個能夠將它完善 然後並且呢 把它移植到正式的系統 那另外就是實現完整的ABC架構 那目前的話呢 主要是 還是注重在那個 Model的地方 就是ModelViewController的Model的地方 其實View跟Controller這兩個呢沒有 特別規劃去那個撰寫它 所以 這整個系統架構是還需要去修改 那另外內容的格式也 因為有可能會變動 所以呢 它也必須 修改 那API呢 也必須配合 它的那個修改內容 那 另外就是我們剛剛提到 OOS的話我們目前是使用1.0 主要是因為Zen的 framework 它現在 再支援到 OOS 1.0的那個標準 那我們希望未來呢 它可以支援到OOS 2.0就像Facebook一樣 就遵照OOS 2.0的標準呢來讓 整個認證授權的系統呢更加的完備 那另外最後一個呢是 主要是參考許多API網站 他們API網站呢都 通常都會有一個guide line的那個 Document 就是會有一些文件 或是一些網頁 讓 API的開發者來去 呃 就是來 可以讓 可以來看那個API的一些範例或者是他的一些教學流程 那這個的話呢也是目前還沒有把它 寫出來的那 這個呢如果 寫出來的話可以將 可以方便我們將這個 Web API就是這個服務以及這個服務的API呢來去做推廣 那推廣以後呢就能夠讓更多人去使用 那更多人去混搭 那這個呢也是我們這整個系統的那個 很大的期望那個最後的期望之一 那以上的話是那個資料來源 那 接著呢請問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或者是建議 請問大家